Zither Harp 北风之孤烟 冷月渡寒阳 落红枝旧意 流水是仓皇 是你虽然去 虽然失望 生怕何日到 在煎骨眼望 合见新阳笑 岸的故人来 故人将发生花 绣绣 秋黄青 漆漆满天烂 黄营长 你被逮捕了 做梦 你身为军人 私通共党 擅自开仓放粮 给那些刁民 你认罪吗 没错 这的确是我干的 那好啊 现在就请你委屈一下 跟我们走一趟吧 去哪儿啊 宪兵队 我要是不走呢 不可能了 真是批人太善了 黄营长 不要干火太旺了 我知道你是一个孝子 你们家在高尚平也是个大家族 你就不怕总裁一直令下 将你们皇家满门抄斩 灭脚族吗 不许动 你要干什么 老子反了 不许动 大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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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营长 黄营长 你 你会后悔的 黄营长 你要三次啊 天亮了 解放了 黎一村十年还是混得一无所有的令喜财 突然回来了 叔 他知道现在该穷人当家做主了 也是他报仇出气的好机会 而且他还知道 像他这样一个一品如洗的人 只要表现积极 肯定能够得到土改工作队的信任 只要土改工作队信任他 就离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不远了 这个目标 就是他十年以来念念不忘的秋红 叔 他 那个秋红还在吗 在啊 干 干什么 要不是为了他 我还不会这么早回来呢 怎么 叔 你心里还没放下他 人秋红早就嫁还是嫁人了 他又嫁给谁了 黄营长啊 这个我知道 但是我还知道那个黄营长 自从当了兵之后 已经这么多年都咬过音讯了 叔啊 现在世道变了 该轮到我们当家做主说了算了 我几年没见你学会吹牛了 我还告诉你 这秋红啊还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他不见到袁上回来他不会死心的 我会让他忘了黄营长的 你可得给我安慰点 别一回来就惹是生非啊 这怎么能叫惹是生非呢 咱们令家安分都安分了几十年了 有没有过过几天像样的好日子 叔 现在到了风水轮流转的时候 该轮到我们穷人当家做主了 瞧把你美的 咱穷人要什么天下不天下啊 只要有酒喝 有肉吃 那就是咱的福分 是吧 咱们在这说这个干什么 走 回家聊 走 回家回家 回家 来 走 走走走走 有关系啊 王延武的起义 对咱们解放德龙镇 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毕竟 他在国民党的队伍里 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所以我 觉得继续让他做英章 有点不大合适 起码现在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何况咱们的队伍里 又不止他一个是解放战士 我们决定把你带来的部队 分成两个部分 把我们原来的部队 也分成两个部分 这样重新组合一下 想听听你的一点 行 到了这儿啊 我就应该听你们的了 在没有正式公布之前 还是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嘛 这就是我们部队的特点 有民主有集中 到时候我再给你拍个党代表 做你的副手 好 我个人认为呢 黄炎武啊 还是不太适合当营长 还是给他换一个工作吧 好了好了 你们的意见 我会向上面汇报的 我的意见我暂时保留 我希望 从我们这里过去的一些人呢 一定要跟人家搞好团结 尤其要听黄营长的指挥 当然了 如果不是黄营长 我们也要服从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也要牢记在心 还有 等黄营长来的时候 咱们的掌声一定要热烈一些 好不好 好 你怎么了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啊 我们只是想跟你开一个欢迎会 欢迎会 我黄炎武无论到什么地方 都是条汉子 都会实实在来的做事 从来不玩什么虚的 我们也没有跟你来虚的呀 这还不够虚啊 营长我可以不用当 这个欢迎会也可以不用开 我告诉你 那天要不是那个混蛋逼我 我也不会起 你什么意思啊 看样子啊 我和你们是尿不到一湖里去了 我只希望你好好对待我的弟兄们 告辞了 营武 你给我回来 要是我知道我的弟兄们是委屈了 我就回来把他们都带走 营武 你想哪儿去了 别说了 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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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总是迁就他们 同志 转变一个人的思想是一件长期的工作 不能简单从事啊 吐华同志 下一步 你们的工作很艰巨啊 我知道 关于组建图改工作队的事情 我会和县委的齐叔去好好商量一下的 好 好 秋红 你好吗 走 快走快走 秋红 我知道你现在还是孤身一人 我们俩 我 我 我们农会需要你这样苦大仇身的基本群众 高中 记住我说的话 现在解放了 我们都翻身做主了 以后不会再受苦了 就会有好日子过了 今天下午在村公所有一个会 你们都过来听一听看一看 就全都明白了 秋红 我知道你的心里 还一直在等着那个黄元上 我劝你啊 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就算他还活着 他也是反动派的匪兵 是政府现在镇压的对象 你千万不要引火烧身 那个黄家的人 不值得你念想着 好 你呀 走了这么多年了 你也不先回家看吧 你找什么秋红啊 谁叫我这么喜欢她呢 我总感觉 我跟她 好像是有缘分啊 你 你们能有什么缘分啊 人家现在是黄家的媳妇 可是那个黄元上 已经这么多年都咬无音讯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而且我还知道 秋红已经被黄家赶出家门了 你这都听谁说的 还真是这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 传千里啊 我跟你说 叔 现在解放了 那个黄家的人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秋红就应该早点跟黄家断绝关系 免得日后受到牵连 我可告诉你啊 秋红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 这方圆几百里就 没几个人不 不知道她的 那我就更要救她了 为什么 跟您说句实在话吧 我现在已经是组织上的人了 你是组织上的人 什么组织 革命的组织呗 难道是卖菜的组织 我早就参加革命了 我这次回来 也是带着革命任务回来的 过几天呢 上头还要派一个土改工作队下来 范队长让我先回来 发展这里的基本群众 准备搞土地革命 革命 对啊 你革 革谁的命啊 当然是革黄家跟秦家的啦 我告诉你 这事你可不能发展秋红啊 秋红和秦黄两家 都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 你这么做不是 不是让她为难吗 不对不对 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啊 我觉得秋红挺合适的 第一 秋红在高尚平 是个外姓人 第二 这么多年以来呀 秋红吃了不少的苦 她一定很恨那些有钱的人 哎 有了神仇大恨 才能和地主老才做斗争啊 这么多年没见你 我怎么都认不出你来了 叔 你的政治私下觉悟比较低下呀 我比较低下 这想当初打日本鬼的时候 我刚安床龙潭赶过虎去 我一个人拼着命就把鬼子 引到了高尚平 那时候你你跑哪儿去了 你说我低下 怎么了打着脑袋呢 叔 太没水平了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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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你看你这样 你低了个半拉烧火贵你神气什么 跑来教训我 我 我是你叔 我 要我 你到处跑什么呀 你到处跑什么呀 在这里 谁不知道你是个功臣哪 可是我怎么都没想到 我的部队 交到秦土华的手里了 秦土华 就是秦家老二 人家现在是解放军队营长 我记得当初 你们一起参加的国军哪 人家早就起义了 袁武啊 我劝你还是回部队去吧 现在回去 顶多说你开过小差 不看僧面看佛面呢 解放德龙阵 你是立过大功的 现在要是不回去 你可就真成了逃兵了 到时候再说吧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不知道 要是你哥哥袁尚在 也能帮你拿个主意 这么多年了 他一点信都没有 这个秋红 你说 他不是祸水是什么 爹 过去的事您就别再提了 我就要提 爹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呀 袁尚 不能私下和外来的插秧女私定终身 这是祖上定下的规矩 爸爸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总该有个音信 袁尚 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袁尚 你就是死了 也该给我和你娘 托个梦啊 也让我们死了心啊 我们现在想你啊 都想疯了 袁尚啊 袁尚 袁尚 爹 我不是回来了吗 我 你不懂啊 我 我的儿子 爹 刚才我看见黄元武回来了 是吗 是啊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黄元武啊 我在镇上看见他放凉了 他娘的 这个天下真是在黄家的了 您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 土红啊 记住爹跟你说的话 从现在起 咱们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 爹 我没有尾巴 到底是个孩子 爹 我就不愿意听你说这话 我怎么就是个小孩了 您等着 到时候我就做出点样子 让您看看 我到底是不是个小孩了 你这就是孩子说的话吗 我不理你了 好 我错了 我错了 好 明天 明天你就是大人了 爹 我不是大人 我是男人 好 好 男人 男人 我可不愿意听 皇家伍 我朕回来了 正好 多少子一个是一个 满门绝户才好的 那桶没油呢 桶 看见我刚买的那桶没油没有 土鸿 土鸿 这谁干的呢 这谁 说是这个小兔崽子 爹 您别想那么多了 有我在 您就放心吧 这什么味啊 着火了 不好 是着火了 快出去 快 快点 快点 快点出去 快 这些有人重新让咱们走 谁让我缺德 天三的 快 赶快上房 先到火中 来不及了 咱把门撞开 来 一班长 好 近村 救火 是 快 苏家 苏家 我来了 苏家 好 苏家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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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快 苏家 苏家 快 快 快 再开 往事控制不住 请加 强 一番长 到 建立 другой 多无论 徐国 爹 你没事吧 爹 你 你可真是能多管闲事啊 这是他们皇家作孽 才有这个报应 你怎么能帮着原家做事情 解放军就是为劳动人民做事的 放屁 他们家算什么劳动人民 爹 现在解放了 您的脑子能不能变一下 你说错了 不是我脑子应该变一变 是咱们家的地位该变一变了 你回来了 咱们秦家应该出人头地了 你要想着给你兄弟 冒个好的差事 要把秦皇两家世世代代的恩怨 做一个了断 让皇家永世不得翻身 爹 报告营长 布置已经集合完毕 请营长指示 我知道了 让同志们原地休息吧 是 爹 现在解放了 大家都是平等的 您不要以为我当了官 怎么再就跟别人家不一样 你这是哪家道理 咱们亲家跟别人家就是不一样 那以前不一样 以后也不一样 那不然 你就不是我儿子 爹 爹 可爱 这 这是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 有人放火 怎么 放火 是哪个爱千道的干的 昨天啊 洗财回来了 我就想找他去喝 喝酒 结果呢 在门口啊 我还真看见那人了 谁呀 人影 我 我就看见一个人影 然后夸叉 人影也没了 昨天啊 真是多亏你了 要不然我们家就全完了 大叔 你看这个人像谁 像是 这 这话我 我可不敢瞎说 这钥匙让我知道他是谁 我一想崩了他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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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找地方躲起来 我不躲 反正昨天你用这看见我了 我求求你了 你听我一句话行不行 哎哎哎 这 到底出什么事了啊 这小子 当了逃兵了 好 你怎么当逃兵了呢 一两句说不清楚 袁武啊 后山有个山洞 你大哥待过的 你知道吗 你呀 到那儿待几天吧 吃的用的 到时候我给你送去 也好 村长 你老人家现在出门不方便 送饭的事情还是我去吧 你去 听话 那会叫人说闲话的 我怕神灵 这得躲到什么时候啊 听说 马上就开始剿匪了 能躲一天是一天啊 你若是一天啊 你老年 你老年 你可能是一天啊 给你 你老人家 你这得躲到什么呀 你老年 远之啊 你凭良心说 谁还能没有个 那个财迷心窍的时候 是吧 自从你姑姑叫小鬼子打死以后啊 我就想啊 每个人都要过一辈子 是叫人骂一辈子呢 还是叫人惦记一辈子呢 现在呀 你表哥土啊 也是解放军了 你说我还能落后吗 走 我今天来没别的意思 就是向你认个错 把你当年卖给我那两棵羊子田呢 退还给你 那是我非要卖给你的吗 不不不 不 那 现在是乌归远主 乌归远主啊 另外啊 我们家现在是人少房子多 那土改公司队来之后 就是我那儿 还有 还有什么呀 你说呀 你怎么不说了 你怎么不说了 我知道你还惦记着秋红 我先替土荣再次地向你认个错 别跟我提这个事行不行 秦土荣死得倒还像个样子 好 不提 不提 不提了 可是秋红她 这个事 不用你来管 好 不管 不管 不过 以后先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你就说一声 我一定尽全力 好 那好啊 今天下午我在村公所开会 你也可以过来听一听嘛 好 好 谢谢 谢谢贤侄的关照啊 相信吧 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 召开一个土改工作的动员会 正如令西才估计的那样 土改初期 工作队很需要像他这样积极主动 又没有任何财产的人 令西才凭借着自己的能说会道 很顺利就得到了工作队的信任 这也算是扬了梅 吐了气了吧 他是你们高尚平的人 大家都认识 以后有什么事啊 都可以找他 那咱们以前的黄村长呢 好 现在解放了 过去的村长呢 就不算数了 这话什么意思 你先别着急 等我说完了 大家都明白了 我们土改的政策和土改的目的 就是要让人人都有田中 人人都有房子住 据我的了解 还有些人呢 没有房子住 住在破土窑里 还有很多人没有田中 你说是不是啊 你们不愿意说没关系 大家都知道 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 建立人人平等 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 这个现在解放了 我们就要让那些田多的 让出一部分来 让没有田的人中 房子呢也是一样 要腾出那些多的来 给没有房子的人住 原我 爹 王姐来 吃点东西吧 你说现在是什么世道 秦土华回来 你瞧秦家那神奇劲 你说我这个村长是说免就能免的吗 还说什么 要分咱们家的田 分咱们家的地 哼 你光看着我干什么呀 来来来 快给爹想想办法 我能想什么办法 那你就眼睁睁睁地看着 祖宗辛辛苦苦留下的家业 被他们给分了 我倒要看 他们谁敢斗 我可不让你动我 你单枪匹马的 乱来就等于送死啊 咱们还是想想办法 要不 你去求求齐队长 让他看在你当年 救过他命的份上 对咱们皇家高抬贵手啊 我绝对不会去求他们 你到底去不去 难道你还让我这张老脸 去丢人现眼哪 托红啊 以后你就跟您喜才大哥 人家在外边闯荡了这么多年 简多识广啊 姑父你给我讲了 你要向喜才大哥好好学学 不要怕吃苦受累的 喜才啊 回过头来你搬我这儿来住 把那房子腾出来 给土改工作队住 工作队现在有地方住 那就让秋红搬过来住吧 现在解放了 都新社会了 秋红也该过过好日子了 这个主意好啊 可我劝了这么多年 他就是不回来啊 我也 我也没主意了 那就我去多劝劝他吧 反正我现在也有时间 好 好啊 范队长 你这是怎么了 难道我脸上长什么东西啊 不 你就是秋红吧 你看看 这都解放了 你怎么还住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挺好的 我看这不是你的心里话 我看得出来 你的心里啊 一定有着许多的委屈 现在呢 你不用怕了 没关系 有我们 有政府跟你做主 你有什么心里话 就说出来吧 我没什么好说的 这一次土地革命啊 就是要革地主老财的命 要搞好这次土改 就需要你们这些苦大仇深的群众积极参加 我看你还是考虑考虑吧 那我就先走了 原生 你怎么还不回呢 原生 你怎么还不回呢 原武 嫂子 你怎么来了 我要告诉你 我要去县里找齐队长 县里 对 他现在是县委书记了 县委书记有多大 多大 这我可说不好 不过应该是县里最大的官了 就是戏文里唱的父母官 嫂子 你们这个干嘛 我要他帮我找你哥 黄元尚 没用 他帮不了你什么 到时候 我哥自然会回来的 我现在宣布 经过我向上级领导汇报 上级领导批准 令喜台同志 从现在起 就是我们高尚平的农会主席了 这农会主席到底是什么官啊 他和村长到底谁大呀 我们共产党啊 不讲官大官小 谁能为人民服务啊 我们就用谁 这可真是三十年和西 三十年和东 令家也有皇帝了 可不敢这么说 老师父 姑父 这是要犯错误的 就是实际情况嘛 实际情况就更不能随便说了 说实话 我还要感谢您哪 谢我 是啊 啊 当初要不是您 非要我把家里面 唯一保命的这鸡母秧子天 卖给您 把我变成了个穷光蛋 那我今天也不会是贫农了 那我就当不成这农会主席啊 对不对 姑父 哪里哪里 还是闲置你有本事 有本事 今后啊 我就听你的 只要把那个姓黄的搬下台啊 你要我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好啊好啊 今后我也得多靠您帮忙了 姑父 我想起个事啊 你看我呢 至今还一直是单身 你说这大男人 哪能老不成家的呀 是吧 看上谁了 您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秋红呀 当初整个高尚平的人都知道 第一个选上他的人是我 啊 要不是秦土荣 还有黄元尚 他们捣乱 我估计我跟秋红的孩子 都有十哥八个的 算你有眼光啊 我还真能帮得上你点什么 你 你不知道吧 我是秋红的亲爹 亲爹 你 你是秋红的亲爹 对啊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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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哈哈哈哈 你们说的困难我都知道 干革命就是要克服困难嘛 哎 你们怎么这么偷偷拉拉的 啊 都像你们这样 这土改怎么搞下去啊 不是我们没有做工作 是这里的老百姓 还没有开窍啊 好像这里的老百姓啊 不知道什么叫博削 不要观看到老百姓的不足 首先要想想自己的问题 李喜猜 哎 你这两天的表现也不够好 你可是我们的基本依靠力量啊 我们这几天真的没闲着啊 我要的是结果 不想知道你们做事情的过程 上级给我要成果 我就得跟你们要进度 首先啊 得把村民的成分摸底工作 放在首位 这成分搞不清楚 土改怎么搞啊 是 这个村民的成分摸底工作 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啊 那你说具体点 就本村村民的成分摸底啊 已经基本上都摸清楚了 就是剩下某些 外来的打工妹 你看像这个秋红啊 这有什么男的呢 找个人调查一下嘛 要不 给她的原集发个调查函 她老家已经没有人了 整个村子都让日本鬼子给烧光了 哎 你的婶婶月月和她不是一个村的吗 先找月月了解一下吧 不要这么看着我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不要以为我对村里的 什么情况都不了解 你们哪 要完成好工作的 也交给你们的任务 画个成分不是什么难事嘛 有文件有标准在那摆着的 这成分一化清 分房分地的计划 就都出来了 是 那这个计划我们是都已经有了 但是还没有通知大家 通知什么呀 你还有好几家的成分没搞清楚呢 这样吧 你先写个计划 报给上级 现在 很多群政都想得到实际的土改成果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口头的宣传上 老百姓要是得不到实惠啊 是不会跟我们走的 知道了 我倒要看看 谁敢动我的房子 谁敢动我的地 这不是韩良嗓子的事 你得赶紧想办法 那可是祖宗留下的家业呀 谁说不是呢 这个袁武啊 叫他去找齐队长 到现在也不回来 真是把人急死了 哦 还有你那个侄子令喜才 整天拿着鸡毛当令箭 腰三喝四的 我怎么看怎么像当年的胡仁庆 他出去这么多年哪 我看没学什么好 倒辫子疯疯癫癫的 疯没疯我不知道 我总觉得这事不太对劲 这小子啊 没事就总缠着月月 打听秋红的情况 你不知道 他可是个色胆包天的主 他敢 不管谁做天下 李廉恋还是要讲的嘛 行了 老哥哥别着急 有什么情况 我先通知你 我这一辈子 行善积德 没做过什么亏心的事 我怕什么怕呀 行了 行善积的事 这事我没做事 你也没有想到你了 我现在还痴迹 这是我最后多了 我收事了 只要您根据我的要 那个我们的要求去做 你是不会吃亏的嘛 我可以把我的房子让成一半 但是你们要是分了我的地 那你说我怎么办 不是 我们不会把你的地 全都分光的 你没听见那个范队长 说过的话吗 我们工作的目的 是要让大家全都有田中 这当中也包括你嘛 那 那你看能给我留多少 哎呀 这个留多留少 是个问题呀 秋一至天几凉 红颜正南乡 红花鞋了汉气炸 能是天几后一生 红花鞋了汉气炸 能是天几后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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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红花鞋了汉气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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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